我要先吃吃看 首先我聞起來已經有那個濃濃的 黑麻油的香味 然後還有那個薑的味道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吃薑料理 我炒菜一定會放薑 不辣口 而且非常的香那個薑 真材實料 這真的是麻油薑 不是你剛剛現切的 沒有 這就是用這一瓶 太新鮮了吧 而且這一個薑真的是非常厲害 它的來頭可真不小 它是來自於我們台東大武山 它有四十度的焚風 才可以孕育出這個薑 中天嚴選海皇冷鴨出炸麻油薑 快點購獨家販售中 你可願成為本主神的人 若將心握起 抬頭是問問 你認識我嗎 何止認識 我從沒有一刻忘記過你 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就特別熟悉 好像我們相識的千年萬年一般 你到底是喜歡我 還是喜歡你夢裡 想了千年萬年的那個人 原來是不承認 與你在一起 如注定只能留一口 你會選擇誰 你不選擇愛他 周一至中午晚間八到十點 中天娛樂台千古絕尘 頭條開獎 今天來講你的新生我來講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琳 歡迎大家收看頭條開獎 我們兩個小時的節目 現在開始了 今天給大家記得按讚 謝謝GT 看到您的抖內了 也謝謝吳冠軍 還送頭條開獎的匯集 今天是不是我們的匯集列車 又要持續啟動呢 也非常的期待 謝謝大家 今天中天新聞網的APP 我們的下載數 還在持續的增長當中 不過又是一個月份的開始 5月開始了 所以也希望在這個月份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業績出來 也希望大家幫請教官 幫頭條開獎 幫我們中天一起來達標 謝謝你們 今天我還是再一次的提醒你們 Apple Store還有Google Play 都可以下載 那麼也歡迎你給我們 五顆星的評分好嗎 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肯定跟鼓舞 同時輸入推薦代碼 歡迎你打CTI798 CTI798 當然完成註冊 還可以抽獎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幸運中獎 大家一起從中天新聞網APP 一起下載 來看中天新聞 跟我們中天的節目好嗎 謝謝您 第一個小時的來賓 趕快為您介紹 首先歡迎的是郭正亮亮哥 早安平安 歡迎借文吉大使 玉京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也歡迎謝寒冰 寒冰來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很多的話題 所以我先趕快進入今天的 第一個話題 要跟大家來聊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又從4月30號開始看錄劇 看這部戲又重播了 難道是為了回應 韓國的總統尹錫悦嗎 誰叫他要在美國國會 發表演說 講到長津湖戰役 所以大陸央視就開始重播 這一部跨過鴨綠江 來提醒他 什麼叫做正確的史觀 因為裡面還特別強調 是真實還原 長津湖戰役的場景 而且這部戲還被央視評為 抗美元朝偉大勝利的電視劇 所以亮哥 現在要開始要從電視劇 來複習這段歷史了 沒有 也不是 他對韓戰的理解實在太離譜了 因為他把長津湖戰役理解為 美軍突圍的重大勝利 是啊 這跟歷史剛好相反 長津湖事實上就是 就是美國沒有想到會在這個 要接近阿陸江的時候 就是這個人民志願軍介入 然後這個地方 廣泛的被視為是一個拐點 拐點就是說 美軍在這個地方事實上 大概震亡的將士 可能有2萬多人 總共這個地方 戰死了大概有將近4萬人 3萬6千 美軍就1萬4千人大逃亡 一路逃亡到後來那個軍艦 來把他們載走 整個故事大概是這樣 當然大陸大陸看的是 長津湖很多戰士壯烈犧牲 可是總的來講 這個絕對不是美軍戰勝的 一個戰役 結果他竟然用這個例子來說 美軍多偉大 多厲害 事實上美軍在後來 換掉麥克阿瑟 換李奇維來 還打過幾場不錯的仗 他如果講應該要講那個那一段 結果他在講這一段 這實在是太 這個很離譜 很離譜 就是說 而且大陸才剛放過這個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就意味著 尹錫悦這個人對韓戰真的是 近乎無知 然後他的幕僚竟然也沒有提醒他 因為這個講稿 你是在國會的演講 對 既然就講成這樣 你的幕僚是 對韓戰的歷史也一無所知 這個真的有點離譜 而且這個演說會不會講稿 搞不好連美國也看過 沒有 可是你也不可能講那一段歷史 所以是美國的史觀 沒有 美國沒有這樣講 我跟你講韓戰後來 美國已經出版了各種史料 那下面還如雷掌聲 不是 那些議員無知 這個完全可以預期 我的意思是說韓戰 美國人是見識到 這個中共軍隊跟國民黨軍隊 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實際上很多人 在解讀這段歷史就是說 毛澤東不是在1949年說 中國人站起來了嗎 實際上是透過韓戰 站起來那個是在內部 對大陸老百姓講 說現在要站起來了 可是真的證明是韓戰 是 長青湖為什麼會拍成電影 因為那個就是拐點 他就一個里程碑 所以大陸在選擇哪一場戰役 當然是有他的特別代表性 是 結果你美國竟然會 我覺得美國的史學界 也沒那麼離譜 就是國會議員 本來程度就是如此 可是問題是 演講的人是你尹錫悦 是 所以現在尹錫悦這番話 就換來了大陸的央視 而且我看到他是在 這個軍事頻道 在重播這部戲 也謝謝線上的網友們 大家還說 玉琴是不是應該要念一下 陸 律這個字念陸 但我們以前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老師教的是念律 所以也就習慣 鴨鹿江 是 對 跟以前我們學生時代 對 所以這個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提醒 來 介大使 今天說真的 尹錫悦不也回去了嗎 風風光光的 他覺得挺風光的 然後回到了韓國了 但是回到了韓國 一回去兩韓邊境就有事 什麼事 怎麼會偵查用的光纖網路 被人剪斷了 把韓國的守軍可真是嚇了一跳 事實上同一天 我們也注意到 朝鮮的官媒還高分被痛批 美韓之間這個華盛頓宣言 根本就是把 朝鮮的緊張局勢 升級到了核戰邊緣 而且不得了了 你看像這個北韓的媒體 一點都不客氣 把尹錫悦講成的是什麼 講成什麼傀儡 賣國賊 什麼樣難聽的形容字眼都來了 其實尹錫悦 我覺得他們國安顧問 不要怎麼判斷 把韓半島的核武化看這麼重要 還有韓國自己本身的 核戰的能力 因為北韓最近幾年的 這個核武發展方向 它不是針對韓國 它是要打哪裡 它是要打日本跟美國的 主要是要打美國的 它最近火星15號 基本上是可以打15000公里的 最近韓國 北韓 朝鮮發射的飛彈 都是針對美國的 不曉得隱錫悦在那邊 著急什麼 對不對 你要知道兩韓再怎麼講 它是分裂國家 它怎麼會用自己的核武 去打自己的另一半分裂的國土 這可行性本來就不是高了 所以你看韓國 朝鮮發展核武 到最後它的投地 它的投地工具都是針對美國 都是針對美國 那我就覺得 隱錫悦緊張有什麼勁 對不對 人家也沒有用核武打他 打了半天 你朝鮮打了南韓 等於左手打自己右手 有什麼意思 所以會不會是美國 自己很緊張 美國緊張 然後叫隱錫悦說你去戳北韓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隱錫悦就是個賣國賊 所以就有問題 那就真的是傀儡了 就是傀儡了 他在講美國的利益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次 他花了那麼多時間講 這個核武 根本不是韓國的當務之急 你今天就是說 你美國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是美國的載有洲際彈道 核子飛彈的潛艇 會visit 會訪問韓國 就這樣 他也不是這個deploy 他也不是什麼 這個come forward什麼什麼 他就會visit而已 而且戰略性核子潛艇 它是有浮動性的 對 也不代表他對美國 他平常對你韓國 有什麼核子散保護 他以他的射程來講 他在2000公里 他也可以保護你 所以都是象徵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隱錫悦 真的我覺得他的判斷 國家利益極有問題 把本來的一個比較平緩 對他不懼威脅的北韓核武 完全把目標攬到自己身上 把那個靶心穿起來穿到身上 要別人以他為目標 是不是想抓存在感 像出風頭 像他在白宮唱歌一樣 是不是想瘋了 對我小鼓一下 好 來 亮哥 因為美國要去韓國的 核動力潛艇是Ohio 它上面的飛彈是三叉級飛彈 射程是7400公里 所以到底的港口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一點意義都沒有 對不對 遠遠的地方就可以打朝鮮 對 而且上面還可以裝四個核彈頭 有20枚 所以等於是有80個核彈頭 我講白了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認為 就是衝著他來的 根本就不是北韓 如果說美國真的願意 給他一點助力 他應該是派攻擊性潛艇 那是打短程的 可是Jedda是講得非常對 像我去過韓國 問他們的安全單位的一些智庫 他們就說 北韓對他們的威脅 主要是火箭炮 就針對首爾 有一千支面對首爾 連那個短程飛彈 都是針對日本 也不是針對韓國 所以尹錫悦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他本來想的可能是核共享 說你核彈裝在我土地上 他要比照德國 義大利跟土耳其 美國不願意 是啊 所以現在 這個尹錫悦是不是 踏出了錯誤的第一步 接下來就惹禍上升 因為除了在剛才我們在講 有核潛艦之外 你算就算是來晃一圈 北韓也會看得不開心 就算是不是deploy 不是部署 就算是介大利剛才講的visit 北韓一樣 會不會是覺得針對我北韓 韓濱 結果日媒現在報導 美國的空軍還有要動作 什麼 是之後要考慮讓美軍戰略轟炸機 包括B2 B52等降落在韓國 還要定期的部署 在朝鮮半島以及周邊地區 這樣的話你覺得 北韓會不會就坐不住了 這個恐怕不是北韓坐不住 我覺得中俄會坐不住 對 因為說真的 你用這種等級的武力 這根本不是對付北韓 這就是在對付中俄 不然是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意圖過度的明顯 而且我覺得隱習院真的 他這算是傑出了一首 一次激怒三個鄰國 我覺得滿厲害 這一招很強 而且他根本 放不著去做這件事情 說真的 美國是在韓國有駐軍的 所以你美國在韓國 本來就有駐軍 所以韓國一旦遭受共軍 美軍想跑都跑不掉 因為他就在那邊 所以美軍一定跟你休息與共 所以你在擔心什麼 剛剛介大使也講過 亮哥也講過 其實對首爾真正最重要的威脅 是他的傳統火炮跟火箭炮 因為你距離邊界太近 他直接打就好了 幹嘛用飛彈那麼貴的東西 我直接用砲彈那邊打爛了 所以我覺得 他完全搞錯方向 美國現在他借這一次 假裝好像隱習院要求一個核保護 結果我買一送三 給你這麼多東西 又逼52 以後這些東西全部來 那個顯然根本不是 為了韓國部署 是為了他自己要針對中俄前進部署 其實是美國在威嚇 大陸跟俄羅斯 但是我必須講 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象徵意義 因為核潛艇最恐怖在什麼地方 是在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對啊 他都在港口裡有什麼好怕 所以他有沒有去那個港口 根本不是重點 是 但是美國等於在宣誓以後 我針對你中俄會整個前進部署 我要壓迫你們 我覺得之後 中俄的反應都會非常強烈 北韓當然更不要講 問題是中俄跟北韓 他反應再強烈 會不會影響到美國 不會 到最後倒楣是誰 一定是南韓 南韓你今年第一季 已經機器成長掉這麼多了 接下來 中國一定會全面的 對韓國進行反制裁 上次一個薩德飛彈 才說要劍而已 大陸就來了 你這一次 禁韓令就來了 整個前進部署 大陸會 直接就讓當中沒看到 我保證不會 俄羅斯在北邊 我看也要動作 所以亮哥 你覺得禁韓令2.0 會不會再來 你看現在的確 誠如剛剛韓冰說 韓聯社已經有報導 今年第一季 韓國對大陸出口額382億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快三成 那麼23個主要貿易夥伴當中 韓國對華出口降幅 就是最多就是這個 然後日本的話 也有不少 將近快兩成 就美國最小 才1.7 所以現在這個趨勢會持續 會持續再擴大 如果再擴大了的話 其實韓國這樣看起來 經濟很不妙 他是不是真的就覺得說 反戰也拉不回來了 乾脆就死了這條心 就繼續的要跟著美國 來搞對抗 那個近韓令上次是針對韓流 事實上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復 事實上去年12月 南韓的KBS剛跟央視 開始簽合作協議 可是你看韓國的各種男團女團 並沒有去大陸做表演 表示還沒有完全恢復 本來是想 所以你說是近韓令又來了 事實上是根本就還沒有恢復 你記不記得上次最嚴重的 就是那樂天 樂天 好慘 他在中國的百貨就全倒 沒有 那個是薩德飛彈 所以這一次 這次我認為會是別的 就是說 我可以在韓國採購的貨品 我就選擇別的國家買 這個他對台灣也是有 相當大的採購量 所以他就是做採購移轉 大概是屬於這一類 因為我們剛剛講 那個所謂的核潛艇 要來韓國的港口 美國會告訴你嗎 不會 所以有那個 我們所講的象徵性的時間點 恐怕是沒有 現在不是只有韓國要搞對抗 還加了一個日本 因為美日韓五月費 我不認為韓國 是在跟大陸搞對抗 是尹錫悦不自覺在搞對抗 他是韓國的總統 他是領導人 他認為他是在保衛韓國 你知道吧 可是韓國人民也不領情 因為韓聯社的民調 他現在又掉到30 本來27 去美國一度升到32 現在回來又跌到30 就表示韓國老百姓 也覺得你莫名其妙 你惹這種事幹什麼 他得罪大陸 如果說是歷史扭曲 那個只會使得 尹錫悦所期待的 中航高峰會就會被推遲 所以我倒不認為 就是直接就禁韓令 因為並沒有一個 指標性的事件 而是說你怎麼會搞成這樣 所以你大概就 高峰會就沒了 外長的見面 本來就有點不太順 所以就是他本來期待的 中航高峰會可能就沒了 對 就是讓韓國 繼續的等 但問題是 韓國跟日本再加上美國 不就是在5月要開會了嗎 介大使你看5月7號 日向安田文雄 他先去韓國7號 8號 然後日韓兩國先開一個會 然後隨即就是5月19號 開始的G7峰會 可能也會有美日韓 這三國的峰會 要討論的不外乎 當然就是跟合搓商小組 以及相關的美日韓 如何合作的問題 所以介大使 你怎麼看 因為不是只有韓國 韓國現在是不是因為覺得 他旁邊有個美國的靠山 再加上一個日本的鄰居 大家都是同一條陣線的 所以現在要怎麼搞 我覺得基本上 尹錫悅基本上他是 走的是親美路線 而且基本上有一點一面倒 一面倒的話 他這個跟日本的關係 基本上就是照美國的意思辦 因為過去的韓國總統 都不願意跟日本人和解 而且在歷史問題上 都不願意接受日本人 這種強硬的態度 可是尹錫悅現在是全盤 全盤 全盤接受 基本是照美國人的意思辦 因為美國過去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覺得日韓之間那麼不合作 或者甚至這些協作關係不好的話 他在整個東北亞地區 他這個還是有所顧慮 現在的話我想就是說 美國還在進一步打通 這些美韓之間關係 你知道過去韓國跟日本關係 跟美國之間它有一個鐵律 他就是說如果韓半島出事的話 堅決不讓任何日本的軍隊 踏上韓國的領土 這是韓國人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現在會不會破這個原則 就不知道了 因為韓國是公開講的 就是說我今天 雖然你跟日本的關係很好 我韓國如果面臨戰爭 或者已經打起來的話 我有一個原則 跟你美國人講清楚 就是說不准一個日本兵 踏上韓國的領土 這些部分的話 我想美國可能有 他的不同的顧慮 因為美國現在是希望日本 是他的頭號打手 尤其在東北亞 所以軍事能力 日本是第一號 韓國是第二號 韓國是第二號 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再聽街大使的分析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一致滿足 簡單串的料理 超級美味 無法擋 芝麻湯圓 包在這個水餃坪裡面 再淋上電池 其他味的拉麵加 激烈就OK了 只要有一包羊 因為騙就可以解決了 真的 你也對... 火腿 雞胸肉 還有剛剛打碎的蛋 好強喔 好強喔 剛剛裡面剛剛還結果加熱好了 對 你看這是一個模式 加熱 今晚9點 中天總和台 安美諾 美白修護生同學來了 好 謝謝大家廣告看完 我知道你們還在聊天室裡面 寫我們的推薦代碼 歡迎你大家多多分享好不好 記得要下載中天新聞網 介大使 是 像過去美國的整個協調 韓國跟日本之間有 跟美國之間的情報互換的機制 這個很可能 慢慢我覺得會恢復到原狀 那麼韓國當時 文在寅的時候是把它停掉 這個可能會恢復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韓日的會談 應該還是照美國人的期望 在軍事的協作上 一定會有所琢磨 是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你說美國 美軍要出動的話 要有實力 可是韓兵怎麼看到 這個消息面的部分 對於海軍跟空軍來講 看起來都有點像是利空消息 怎麼說 華爾街日報 美國的這個媒體報導了一個 跟海軍陸戰隊相關的消息 說兩棲攻擊艦臨時在維修 結果就取消演訓了 凸顯他們的大型兩棲艦艇 根本就不夠 所以沒有足夠兩棲艦艇 去運送部隊 這是一個 第二 空軍根據美國動力網站 他們有報導 美國空軍要大幅度的削減 他們這個戰鬥救援直升機的 採購計畫 所以沒有辦法出現黑音直升機 這樣子的畫面了嗎 等等 我們來看為什麼 因為五角大廈承認 一旦隱形戰機在中國大陸 周邊被擊落 恐怕就沒辦法承諾 不讓任何人調隊 美軍根本沒法救 這不是糗大了嗎 美軍到底怎麼回事 韓兵 這個其實不是糗大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的武器本來就越來越昂貴 然後現在願意當兵的人越來越少 你培養一個士兵 培養一個軍官的 這個成本也越來越高 在這種狀況下 以美國現在的能力來說 照理來說他應該要採取收縮了 但是美國不是 美國現在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出現 你要維持這麼龐大的出現頻率 你的部隊人數在減少 船艦人數量也在減少 你當然會出現 就會有維修的時候 青黃不接的時候 因為他的造成能量也比以前 過去消遣很多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其實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 他應該要在幾個重點的 熱區部署軍隊 其他地方就要放掉 可是美國沒有辦法放掉 因為他跟全世界 太多的國家都有承諾 他說各處都是我的事 是 所以你看他最近已經求到 他必須要去請英國航空母艦資源 人家是七大洋 八百個基地 是吧 他必須要分布在這麼多個地方 美國現在也沒 他有八百個基地 可是他沒八百艘船 所以你每個基地 都分不到一艘船 就這一點來講 其實越來越不如解放軍 因為解放軍畢竟他 雖然他現在開始變成大洋海軍 他也會到非洲 會到哪裡 但那些都是比較零星的任務 他最主要的集中範圍 還是在西太平洋這一塊 也就是他在亞領海周邊這一塊 所以你相對這樣來講的話 解放軍在這一個地方的 密集度跟實力 超過同地區的美軍 是非常正常的 美軍其實過去為什麼可以承諾 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 那是因為美軍的對手 都有那種遊擊隊 或是那種恐怖組織 那個基本上是被美軍碾壓了 他才可以這樣做 你真的遇到這種大規模的 這種軍隊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 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 如果遇到大陸 這種量級的對手的時候 你說要保持這種 絕對不會遺落任何一個美軍之後 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現在就算是逆中的直升機 誰能保證他不被抓到 不被打下來 所以我覺得美國未來 對他來講唯一解套的方法 就是盡全力去發展無人機 用無人的方式 然後就算被敵人擊落 至少不會有人員留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他未來唯一一條路 他也要飛得到 而且重點對 而且重點是無人機 你說你要比無人機群 無人機隊 大陸解放軍不也在發展嗎 所以怎麼樣比 是不是都比不過了 現在要看看中美比一比 現在在比較的是誰 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Jake Sullivan 來請教一下亮哥 蘇利文現在他說了一段話 這是這個Brookens Institute 他裡面講的 他說美國經濟裂縫危機 呼籲降低市場作用 增加美國政府在投資當中 扮演的角色 然後裡面說 美國就是太依賴市場機制了 嚴重產業外移 產業斷裂 嚴重傾向金融業 所以現在其他行業微縮 美國又喪失工業能力 然後什麼李孤涅 這些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 什麼都沒有 全球八成關鍵礦物處理國 就是大陸 你看他講話 是不是真的充滿著焦慮 這是東升西降的意思嗎 來 請教一下亮哥 這個叫千金難買早知道 美國的問題 我覺得他講這個 大概我們很早就看到了 就是他的工業製造能力在下降 所以他完全按照貿易的 比較優勢原則 當然有一些產業就遷移走了 比如說稀土 稀土本來美國也有 可是金链加工高污染 他就不要 金链加工現在大部分的專利 都在大陸手上 全世界的市佔率 金链加工這一塊 大概占85% 你怎麼扭轉 難道你要重新開 去弄金链加工這個行業 現在開始已經太慢了 不是 他也不可能做 為什麼 因為他的國內的政治生態 就是有一堆環保團體 對 污染什麼這些 他怎麼應付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造船業 而且還說驟戰艦做來不及 今年的預算只有9艘 造船業你怎麼可能跟韓國 跟中國競爭 你工資那麼高 你工資已經到了6 7萬人均 你怎麼跟中國競爭 中國現在才1萬5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就是以你的薪資所得 你沒有辦法做這個行業 對 這個不是只有你有這個問題 像你這個所得水平的 很多工業必然是外移的 所以我覺得他講這個 倒不如去反省 真正的問題是他的政府出問題 他不敢去罵他的老闆 還有市場機制如果出問題的話 要計畫性經濟才不會有問題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也不能夠說是市場經濟 你如果說有補貼 那韓國 日本難道沒有補貼嗎 為什麼中國的五年計畫 不斷證明 常常會有新的科技的品種出現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在日本 為什麼不是在韓國 而是在中國 比如說我們說北斗衛星 為什麼是中國做出來 所以這個並不只有是市場 政府應該介入協助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才講 美國政府要扮演更多的角色 不是這個問題 是政府的能力的問題 你如果政府可以介入給市場資源 輔導某些企業 也會因為你美國政府的無能 你補貼錯誤 你知道我的意思 日本政府 韓國政府也在補貼 台灣也在補貼 請問畢國的汽車行業有做起來嗎 沒有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 新人員汽車做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是說政府補貼了市場 你就會做得起來 不是這樣 如果你這樣講 加州的高鐵為什麼蓋不起來 那個不是政府介入嗎 對不對 所以美國就是 我坦白講 他這個政府的整個前瞻未來的 超前部署能力在下降 是啊 所以他現在要亡羊補牢 因為你剛剛講 千金難買早知道 我現在亡羊補牢 我趕快重組供應鏈 我趕快想辦法 再發展電動車 能源汽車 還有包括半導體產業 可是他要整合所有的利益團體 這個他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因為美國就是一大堆利益團體 這是你的體制造成的 體制 好 所以現在怎麼辦 就只能喊一喊 偏偏介大使 現在剛剛在講 美國自己的蘇利文 拜登非常重要的一位官員 竟然都這樣講了 可是那怎麼辦 美國現在 這個銀行是不是還是有問題 你看加州金融保護創新部 接管美國第一共和銀行 摩根大通承接所有的存款 美國兩個月以來 第三間倒閉的銀行 美國的前財長薩茂斯怎麼說 這個危機如山火 可能還要蔓延出去 賣到其他銀行的話 這個問題 這個殘局 誰能收拾得了 對 現在這個第一共和銀行 它還是比較大的 它是美國的比較有錢人 喜歡存款的一個銀行 現在美國大概還有150家銀行 有問題 當然他先就這個 First Republican Bank 他是等於就是用政府先接管 然後把他這個銀行 賤賣給摩根大通 用摩根大通的信用跟資產 來確保這個銀行 能夠繼續營運下去 他的存戶 能夠心理上能夠得到滿足 事實上 通常都是流動性的問題 並不表示他資產 或者說他本身的結構有大問題 所以用摩根大通的資產 然後做一個信用的擔保 讓這些存款戶 不要再繼續恐慌 是可以暫時把這個問題 把它控制住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 還有150家銀行怎麼辦 就是說你一個一個倒的話 你有幾個摩根大通 就這些銀行 當然這些銀行的規模 可能First Republican Bank 是比較大的 還有一些小的銀行 美國有5000家銀行 美國 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我的存款都放在 名不見金賺的銀行 通通都沒有聽過的 他就有地方的銀行 他就是那個county 他就有一個銀行 很奇怪 他們也信 大家也錢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沒錢 那時候我記得 美國的存款保障 是4萬美金 所以你存個7萬8萬 在裡面的話 你也無所謂 他倒的話 美國這個保險系統 他就賠你10萬塊 可是這種First Republican Bank 他現在是25萬 美國就是說強制的保障 就是25萬 很多是有錢的 他存在盒子20萬 250萬 對不對 他的225萬 都在曝險的範圍裡面 所以他一定要救 不過美國現在這個問題 就變成他基本上是 系統性的問題 對不對 你的通膨的問題 影響你的行航體系對不對 然後你的這個好 你的整個的經濟不景氣 又跟你的通膨又結合 都是幾個大問題 那都是不是你這個部門出問題 而是另外一個相關聯的部門 Sector他出了問題 影響到你這個部分 所以美國的問題很大 剛剛提到那個就是那個 蘇利文這個講法 美國還有一個問題 是很難克服的 你知道美國人的 共和黨的激烈程度 超過很多國家的激烈 政黨的激烈程度 對於政府扮演角色 他們是非常難以忍受的 也就是你要把美國政府 做成一個大政府 而且要大到說 能夠來調節政府 來做這個產業的輔導工作的話 這個對於Republican 共和黨基本教育派 等於是抄他們的家 他會用非常激烈的手段 來對抗你 要不然跟你抗稅 要不然有些無政府主義 在Montana 在那些 就四肆都會出來了 所以美國還有這個因素 所以我認為蘇利文講這個 他講的就是政府來扮演經濟 經濟的產業的一個關鍵的角色 這不是美國的政治傳統 美國從來政府沒有 再大也沒有大到那個程度 美國這個大小政府的辯論 只是在說政府提供的這些 社會跟這些福利方案 大到多少 對不對 他掌握的範圍有多少 從來沒有說 我插手產業的發展 從來都沒有 所以蘇利文講這個是 有一點革命性 會讓拜登這種社會主義者 大概會比較高興一點 然後讓一些越來越多 希望美國實行社會主義政策的 這些共和黨 比較偏自由主義的這些共和黨 他會比較高興一點 可是我認為他存在極大的風險 他會造成這種 傳統小政府主義的這些 這些美國的共和黨的始終 他們會激烈對抗 好 亮哥 所以現在不論是美國 還是在加拿大 比不過中國就來黑中國了 是嗎 因為剛剛我們在談到 鋰礦 鋰這些開採 還有這些原料 蘇利文很著急說 我們美國什麼都沒有 連這麼重要的 要發展能源車的都沒有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還在說什麼 說大陸在裏生產 是使用奴隸勞工 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 金屬裏生產國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立刻回應說 這叫往故事時顛倒黑白 可是在裏生產 是用奴隸勞工 他在講哪一國 裏生產很多都是在外國 都是當地的勞動 所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 杜魯多自從被習近平教訓之後 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這個沒有辦法 他跟他老爸實在差太遠 就是 他如果連他的情報單位的資料 他都不一定看 他這個事情 他掌握的資訊 搞不好也是錯的 對不對 是 隨姐就只能這樣說 因為有關鋰礦的相關 坦白說 那個過程也不是 大陸一定掌握 美國也是有機會的 日本也是有機會 日本有三井 你不要忘了 美國也曾經來奪 這些貴金屬的礦 有一些是美國賣給大陸 把歷史搞清楚了 好 現在講到日本 談兵 我們來看看 日本現在緊盯著什麼 防衛省緊盯的 就是大陸解放軍的動態 不是嗎 每天盯每天看 每天在那裡劈劈剉 結果4月30號午夜前 他們發現了什麼 他們發現大陸解放軍 海軍有055驅逐艦 拉薩艦 還有兩艘052D飛彈驅逐艦 以及護衛艦補給艦等等 五艘軍艦通過了哪裡 對馬海峽就在這裡 紅色箭頭指的地方 現在這裡是大陸解放軍 會常常路過了 是這樣嗎 這個以後都會變成到 灌場的出現的地方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大陸現在他的艦隊規模 已經全世界最大 他總不可能 你加300多艘團 全部都擠在那邊都不動 他軍隊總要訓練 他也要到五大洲七大洋 到處去 你要說做友好拜訪也好 做演訓也好 他都必須要去 日本本來就是 解放軍的一個重點之一 因為本來海軍首要的任務 就是守衛國門 日本相對大陸來講 他是有可能敵對的一個勢力 所以他當然也要 熟悉這一方面的海域幹嘛 萬一將來有什麼狀況 而且現在日本跟韓國 就跟著美國走越跟越緊 在這種狀況下 說真的俄羅斯已經在 日本北面那邊 已經舉行過好幾次演習 就是告訴日本 你要跟著美國走散 我們大家就來試試看 俄羅斯現在跟大陸 本身又常常舉行聯合演訓 然後彼此之間互通有無 所以我覺得解放軍以後 經常性的北上 甚至會跟俄羅斯的艦隊 經常去繞日本一走 我看都是非常正常的事 他們過去已經繞過好幾次 對 未來會逐漸 我看以後就會常態 就是對馬海峽 然後穿過金青海峽 然後繞一圈回來 搞不好賴戶內海 那邊都走過去一下 那去日本自衛隊 要怎麼樣來自我防衛 因為日本自衛隊 現在連招兵都困難 按理來講 他現在應該要什麼 要爭取更多的什麼軍力 可是現在根據統計 過去10年 因為應徵自衛隊的人數 足足減少了三成 因為很多的媽媽 都不希望孩子要上戰場 覺得更加的不安樂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其實第一個 就是現在全是 先進國家幾乎都是少子化 少子化家人本來 對小孩子就會比較寶貝 不太願意讓他遇到危險 也不只是日本這樣 韓國 台灣也都是一樣 重點是自衛隊在日本本身的 社會地位就不高 因為他的第一個薪資 所得在日本不算是很高的 然後再來他又有可能 要擔負危險的任務 而且日本的自衛隊 並不是真正的軍隊 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 也說真的 就是一直被大家覺得 好像一副可有可無的樣子 所以你看日本自衛隊 常常會出現一個現象 就很多人到日本自衛隊 好像去玩了 常常去的 大概一年兩年就下來了 這樣的軍隊 他其實現在類軍隊 他不能算完全的軍隊 這樣的部隊 請問一下他的戰鬥力 到底有多少 所以日本自衛隊 最近說一下子裁掉9000人 就是讓他們退休幹嘛的 就是因為這些人的戰力不行 所以光是這種狀況 你本身人員補充都有問題的時候 你說日本現在還要想著去 就是跟解放軍對抗 我覺得你先把整個部隊的 待遇提升 教育提升 再來去想這些事情 對 你說一才裁了個9000人 補不上的話 那不就變成是什麼 青黃不接 他現在各單位都有這樣的問題 確實 可是現在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看 美國現在不僅僅是拉著日本 韓國還加了個菲律賓 那麼菲律賓的元首領導人 小馬可是訪問美國 究竟這兩國 要怎麼樣加強合作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政府官員如果能夠清廉的話 對台灣的整個政局來講 或者是說 未來台灣整個國家的前途來講 應該會有比較正向的一個走向 如果貪腐的話就變得 有一點 做官是為了錢 而不是說為了替導百姓做事 如果能夠有反抗 我們沒有失退 因為政府的這些官員 大家也都知道 你說完完全全每一個人都 真正的是 不會去做到貪腐的事情嗎 不可能 權力是一種慾望 讓人無法抗拒的解饞小零嘴 旺旺無聊派 絕帶爽焦 閒聊追劇新選擇 焦香四溢 香辣酥脆 清選辣椒酥 皮厚肉香 越嚼越香 先入嚴選白芝麻 還有濃郁蒜香 小小酥 金黃酥脆 混搭蹦出新食感 雲脂 回味無窮 小包裝方便分享 快點夠 美味欣賞食 投條開獎 評分也請打5顆星的評分 那麼也歡迎你輸入 我們的推薦代碼 是CTI798 CTI798 登入註冊 還可以參加抽獎 也歡迎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夠 是幸運的中獎 一起看中天新聞網APP 好嗎 好 再來我們要談談菲律賓了 菲律賓小馬可是 到華府訪問 現在他也是講了很多 比方說兩國的關係是怎麼樣 是非常重要的同盟 然後再來 兩國到底要怎麼樣 來加強合作 說當然要談很多 比方說是不是要談 國防 軍事安全方面的一個合作 可是現在 他是不是還要談到 其他話題 這可能都是跟南海的安全 是息息相關 先來請教一下亮哥 這次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 要訪問美國了 那麼當然拜登是要拉著他 好好的來談談兩國的同盟 怎麼合作 他有兩大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希望有商業合作 我真的想了半天 我真的想不出來 因為中國可以承諾基建 我多買你的香蕉 問題是你熱帶水果運不到美國 這是一個現實 熱帶水果就是只能夠在桌邊 這邊使賣 我就不知道你有什麼東西 可以賣給美國 我真的想不出來 美國又沒有基建能力 又不是你要的 多投資一些民生工業 這個美國恐怕太高階了 你又做不來 所以我認為商業部分的合作 恐怕會令他失望 另外就是軍事了 所以投資菲律賓比較難 因為他要的是基建 他要的是民生工業 他的情況跟燒地阿拉伯 是一樣的 還有巴西 所以為什麼大家紛紛去找中國 因為在這種發展階段的國家 特別多 巴西也是 然後中國也比較有能力 對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國家 想去大陸 他要的就是阿根廷也是 已經有很多國家就是在這個 過程之中慢慢的往上走 當然菲律賓也會看到 中國大陸去印尼做的布局 這些 所以我坦白講 最後還是會落到 實質面你看得到的還是軍事 軍事 譬如說美國可能會送你幾艘船 海岸防衛隊的東西 就是比我們那天看到的 大船跟小船相比的那一道 小船可以變成大船了 反正他會增加你的防衛能力之類的 可是真正在跟大陸的軍事競爭上 意義都不大 可是因為小馬葛斯去美國之前 你不要忘了 他剛剛跟秦剛見過面 就是 我坦白講 他答應秦剛的東西 也要畫一條紅線 對不對 比如說你對台灣的定位 他說是內政問題 還有三個不允許 對不對 所以你對美軍未來的基地 你真的要把彈藥搬進來 你自己也要想清楚 或者是美國不讓你知道 中國也有話說 所以未來 我覺得小馬葛斯 既然引了這個話題 跟美國做了這樣的接觸 未來一定會有很多爭議出現 我覺得他真正得到的不是這些 你覺得他到美國又會變了嗎 就是答應秦剛的 不可能 再變 不可能 所以他會跟 事實上他訪美的真正目的 不是這些 是個人的 家族的 是 個人利益 那些又不會在檯面上出現 對不對 他家族的財產 還有他個人的刑事訴訟 可能是這一類的 就好比尹錫悦 尹錫悦自以為可以得到東西 可是他得到最多的是他的 美國派 無上光榮 就這一類面子功成的東西 問題現在他說 不會讓菲律賓成為軍事中繼戰 這個意思就是答應秦剛的 對 可是問題是你如何防止 我覺得大陸在笨 他當然會懷疑你有沒有辦法 阻止美國來幹這些事 比如說美國在美軍基地裡面 做一些公事 你能阻止嗎 對 他的飛衣就直接飛到他的基地 把彈藥弄進來了 你能阻止嗎 連日本 韓國都未必能阻止 你菲律賓能阻止 中華大都看太多了 他很了解狀況 好 所以現在介大使 照剛剛亮哥在分析 現在小馬可市當然主要 恐怕經濟其次 軍事第一 但是小馬可市現在也有講 中國有同意要跟我們 討論南海的漁權 而在此同時還推動於北京 針對海事的分析 建立一個直接的溝通管道 不過對這個部分 中國駐馬里加大使館 沒有立即的回應 所以這個路透社想要了解 中方的反應還不得而知 可是您怎麼看 這個小馬可市 針對中國的這個部分 這樣的一番談話 我覺得他當然是一有所指 就表示這個 跟大陸關係也有進展 雖然他在跟美國的這個 要直接跟拜登總統見面 那麼而且訪問四天 應該有很多的具體的項目 合作項目在談 我想他這樣子同時又把 他說跟大陸關係也有進展 一起消息釋放出來 其實是對內部表示說 他這個外交上左右逢源 那麼並沒有顧此私筆 為了跟美國的關係 跟大陸關係就往後退 我想他是 這些話是對內講的 我也相信大陸會跟馬可斯 菲律賓來談開發漁業資源的問題 因為大陸對南海一向有個基本態度 就是主權爭議可以暫時擱置 那麼共同開發 當然主權的問題的話 是比較難談的 可是共同開發 還有行為準則 基本上都是先功能的問題先解決 難解決的問題就放著 用時間來解決 或者不去直接 因為事實上的話 你真的主權問題的話 從某種上 也就是地圖上一條線 你真正對於海洋的掌握 你有多大的掌控能力 那些資源才有實際的利益 我想跟菲律賓來談 這個漁權的問題的話 基本上的話 對菲律賓來講 得到的也可能是空的 因為菲律賓的 並沒有那麼強大的捕魚能力 大部分還是大陸的遠洋漁業 在那個附近最活躍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大陸應該 這補合大陸來解決 南海問題的一個基本 幾項基本原則跟思路 只是大陸大概也還不願意 在這個時間 就做正式的評論 所以我覺得從大陸來講的話 主要是南海問題 如果說中非之間 有更多的合作項目 有更多的繼續商討的 這個可能性的話 對大陸就已經達到 很大的一部分目的 只要他不要回到 以前菲律賓的時候 那時候跟著美國聯手 跑到國際海防公約 把這些事情放到全世界的放大鏡 把這件事態擴大這個角度來 對大陸就已經可以說 是有很大很大的這些進展 所以馬克思我認為 他在未來四年的任期裡面 在跟美國跟大陸的關係 他大概都會走到邊緣 考量的話 基本上是他本國的利益 希望左右逢源 兩邊都能夠獲取菲律賓所需要 我想這是他打得如意散盤 當然就是說 大陸跟美國會配合到什麼程度的話 這還要看 這個實際狀況怎麼發展 好 亮哥 我們剛剛在講到 就是說在南海的部分 當然其實也不是只有菲律賓 中國 其實你看 像有許多東南亞的國家等 他們也都在這裡 有在不同的地方 尋索他們的主權 其中大陸在南海這邊的西沙群島 我們知道西沙群島 也不是只有中國在尋索主權 像越南不也有嗎 但是在南海出招是什麼招 開個火鍋店 之前有開過超商 現在再來開個火鍋店 西沙佔領很久了 是 然後這個是在 永興島是在西沙群島裡面 最大的 好 現在在這邊來什麼 大陸在爭議的水域 強化主權聲所採取的 最新的軟攻勢 你不能說叫爭議水域 因為如果這樣填的那七個島 也全部都是 都是爭議水域 現在開火鍋店 到底有沒有生意 沒有 我跟你講 大陸的計畫是要簽 幾十萬人上去的 事實上還沒到那裡 以後還要蓋很多民房 就是還要持續開發 要拓展 你現在 因為這個島比較完整 而且很早就有了 七個島 海南航空也在飛 未來也有旅遊團 這真的有帶團去觀光 當然有 所以未來怎麼會沒有餐廳 所以這有什麼稀奇 所以他們是搶先行位 而且七個島還要連成一條線 變成一個旅遊線 所以他是慢慢在興建中 他也鼓勵廣東一些農民 搬到那邊 也是有點獎勵這樣 是 所以這個連物流都在繳 早上的物質精神生活都豐富了 這個只是火鍋店而已 以後會有各種餐廳 那會不會以後比方說 大家都去那邊開店 開餐廳 開商場 這個哪有什麼 這個就是他的領土的延伸 所以這個就是觀光地 你自己去評估你會不會賺到錢 就是這樣 所以這裡不僅僅是宣誓性 這也是有實質的作用 當然有 比如說海南島最近不是蓋一個 超級大的免稅商店 桌邊一定還會有別的店出現 就是這樣 海南島當然沒有什麼 所謂的主權爭議 可是像在南海這一帶 如果南海行為準則過了之後 我認為可能就以現狀為準 事實上 我跟你講 這次大陸是因為有點氣說 你菲律賓做的動作過頭了 不然仙兵礁本來 他也沒有要填海照路 可是現在看起來 是要填海照路對不對 因為他是美濟礁 然後過來是仁愛礁 然後過來是仙兵礁 仙兵礁本來是沒有要填海照路的 可是這次有點被擊倒了 他就說那我就填海照路 仁愛礁那一艘破船 搞不好把它拖走 這可能性也是有的 可是既有的歷史 比如說我們說中葉島 你菲律賓上面有駐軍 那就算了 我覺得大概就是以現狀為主 以現狀為主 好 所以我們很多好朋友 就在聊天室裡面 就開始留言了 說開個燒烤像滋伯一樣的 還有說想要去三沙吃煎餅果子的 還有辦個啤酒節也不錯的 夏天吃火鍋 冬天吃冰棍的 什麼都有 好 來 但現在寒冰 我們要說解放軍東部戰區 這個直升機 可以30公尺來貼海飛行 而且說一飛飛三小時 說考驗三小時飛行過程 保持距離海面30公尺 這個其實超低空這樣子飛行 並不容易 但是長達三小時都這麼飛 真的辦得到 當然辦得到 但是他這個在演練什麼 就是演練萬一有需要的時候 比如說你以在南海來講 我是不是 因為其實南海這幾個島 大家彼此之間距離沒有很遠 所以直升機其實是可以到的 他可以用突襲的方式 直接到你頭上 對你做壓制 同樣對台灣海峽也是一樣 他能夠飛三個小時 以直升機的速度 一般直升機大概都200多公里的時速 所以他其實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就已經到台灣來了 如果貼著海面這樣飛的話 基本上我們雷達要找到 他也不容易 要瞄準他更難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 你看他不是只有 戰鬥直升機這樣飛 他還有一般的那種大型的那種 直升機像直巴這些東西 看起來像運輸機這種也這樣飛 所以他還會製造一個什麼可能性 就是我直接用機降的方式 直接突襲你這邊 然後我直接用機降 就把突擊部隊 直接丟在你的海灘 或是沿岸這個地方 然後就直接進行一些攻擊 奪你的灘頭陣地 或是奪你的碉堡 或是建立據點 橋頭堡 所以我覺得 這種訓練本來就是必須的 再來說我們也應該要做 類似的訓練 只是現在的國軍大概 比較不會去做這方面的東西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這個是運兵的直升機 但現在講到了這個戰火 是不是真的 俄烏在這個戰爭 可能又有出現一些新的 變化的可能性 因為在5月了 不過菅大使我們看到的 大陸的態度到底有沒有變 因為在中烏通話之後 北京是首度贊成聯合國 俄清烏案 各國81票贊成 10票反對 48票棄權 上一輪投票不對 俄烏內容表態的中國 是投下贊成票 那麼媒體說 這是相當的罕見 草案最後就以122票贊成通過了 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不一樣的解讀 我們還原一下它的原狀 它這個是聯合國大會 通過的一個決議案 提案的單位是聯合國下面的 歐洲合作委員會 那麼他是怎麼樣 跟歐洲的合作 跟聯合國的合作的 一個建議性的一個文件 只是他在整個文件 決議案的前沿裡面 他的這個前沿裡面 他有形容一下 歐洲現在的情勢 對俄武戰爭有一點點形容 他用的用語是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他是用aggression 這個字跟invasion 跟這個就是說attack 他的用語已經是非常溫和了 所以這個整個的文件的阻止 不是談俄武戰爭 而是談聯合國跟歐洲的合作 這個合作才是整個決議案的 主要的宗旨 只是他在前沿裡面 有形容到歐洲現在的情勢 談到俄武的戰爭的時候 用了一個aggression這個字 這個部分因為他有敏感性 所以事實上 他這個preamble部分 這個前沿部分 他就已經表決過一次 然後最後再整個一起來表決 大陸最後是贊成這個 聯合國跟歐洲合作的 這樣的一個決議案 只是這個決議案裡面 用了一個aggression這個字 我認為這個 因為後來是法國廣播公司 法國的還出來 經過三天以後 他就拿出來做文章 因為當時4月26號通過的時候 沒有人有意見 這種文字 當然它有一點點敏感 可是我認為以多邊的操縱的話 大陸的駐聯合國代表團 基本上跟俄羅斯代表團 大概對這個案子 都會有所討論 最後應該是雙方都可以接受 而且那個有出來表決 有出來表決 那個時候中國是棄權 那時候是棄權 對 可能就是 我認為前沿部分的那個表決 後來應該還有一些兇陣 因為這種國際文件 聯合國文件 最重要敏感就是它的wording wording如果是aggression的話 事實上的話 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要說今天大陸 會對俄羅斯 俄羅斯戰爭的立場有所轉變 那個字還是不夠 不夠構成這種最後的結論 好 亮哥 伊朗為什麼可以有直升機垂降 這個扣押赴美郵輪 伊朗海軍直升機突擊垂降 你看這個是伊朗海軍士兵 搭直升機垂降的影片 由伊朗的媒體播放 然後另外一個畫面 是賀槍實彈的士兵 搭直升機飛越 你怎麼看這個外電報告 這個有問題嗎 這個有什麼問題 那個 伊朗 是伊朗 不是美國比較厲害的嗎 不是這樣嗎 沒有 你講的是說 它沒有垂直 你是意外它有垂直起降的 直升機本來就是 可以垂直起降 這個有什麼起降 對啊 直升機難道不就是垂降 伊朗的海軍直升機 到美國的郵輪去扣押 那個郵輪又沒有武裝 那郵輪沒有武裝 所以就是槓上了 是啊 春暖花開 戶外踏青正是時候 你需要一個多功能的雙肩包 中天文創Keep Going雙肩包 讓你輕鬆出遊 也能展現個人魅力 材質輕盈防潑水 出遊踏青好心情都寫在臉上 粉嫩的春天色系 襯托臉上綻放的甜美笑容 多夾層輕鬆收納 一起來個說走就走的小旅行 中天文創品牌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雙肩厚背包 櫻花粉奶茶色黑色共三款 高質感休閒風 多層置物空間 即刻入手請上快點購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母清潔讓媽媽放輕鬆 清潔抗菌好幫手 水神生成機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有效抗菌率把99.9% SMQ國家品質認證 溫和不刺激皮膚 孕婦小孩皆試用 幾日起 旺旺水神母親節感恩大回饋 水神生成機特惠組 現省1萬元 現在就上快點購 快快來搶購 頭條開獎就敢講 你的新生我來講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琴 歡迎大家繼續的收看 頭條開獎第二個小時 麻煩大家要繼續的按讚 按讚數趕快再來衝一波 大家共同接力 好 那麼今天第二個小時 我們要來聊聊什麼話題 當然一方面我想大家在這幾天 有看到央視的航拍 中國這個影片看到了台灣 不過台灣方面 卻也看到了國防部這邊 馬上也推一個影片來回應 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回嗆 但是說真的 來比比看點閱數誰比較高呢 好 再過來我們要來談一下 在今天大家也關心的 就是巴拉圭總統大選結束 不過他們的執政黨的候選人勝選了 那麼究竟台灣 你說要保住巴拉圭這個邦交國 能保得住嗎 能夠鬆一口氣嗎 再者 美國的軍火商要組團 5月2號到訪台灣 究竟要怎麼看 他們這一次的行程 我想在今天裡面 有許多的細節是值得探討的 所以在今天節目當中 都會一一討論 來介紹這個小時的三位來賓 歡迎的是前立法委員蔡正元 委員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 董哥 是 疫情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徐鴻庭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一開始我們先來說 在大陸方面 我們看到解放軍持續在演練 所以看到有人機 無人機都來了 最近當大家都在討論的 這一個TB001雙尾線無人機 繞行台灣一圈這件事情的同時 我們看到台灣方面 現在似乎也說 我們有因應的準備 我們也打造無人機國家隊 而我們要打造這個無人機國家隊 要靠的是美台合作嗎 說著說著 美國的軍火商 還真的要來到台灣了 大家看就在5月2號 我們今天這個時間是5月1號 所以你看這還是說 最大的一批承包商代表團要訪台了 當然要裡面來看一下這幾個重點了 包括美國在台協會會有人員隨行 然後又說按照台灣關係法 美國得對台實施軍售 那麼軍售的這個作業 是AIT內部掛名軍政組的人員 在做操作 大家平常都聽到AIT台北辦事處 AIT台北辦事處大家聽得很熟悉 但是卻說這個兩邊說是什麼 權責上台北辦事處管不到 因為軍火隸屬國防部 而非國務院 甚至還說剛成立的時候 這個軍政組可是相當隱秘的 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 他們是幹嘛的 但是現在是怎樣 是要故弄玄虛 還是說要揭開他們神秘的面紗了呢 請教一下蔡委員 第一個大陸的無人機繞行台灣 以前是有到西南空域來 但是沒有繞行台灣 這一次的所謂的Twin-tail Scopeia 就是我們中文翻譯 雙尾歇無人機 它是一款偵查攻擊艱鉅的無人機 可以載四個導彈或者是250公斤的炸藥 可以在制空時間36個小時 一款算是非常現代化的無人機 但是繞行台灣島 其實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威脅的舉動 因為它軍機繞台灣島 已經不是一次兩次 每個段時間 每個禮拜繞一繞 那個軍機的威脅力更大 但是這一款無人機的成本很低 比一般的什麼殲級殲級 比成本上很低 而它的攻擊性質 並不是一個負責主要攻擊任務 而是在偵查過程裡面 有一種動作叫做隨機攻擊 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在飛行的時候 如果發現有不平常的 它可以直接發射導彈來攻擊 原因就是說 它是要照其他軍機來 時間來不及的 它才會攻擊 是這種我們在軍事上 叫做隨機攻擊 所以它不是真的是在威脅誰 而是發現說 好像比如說 它飛過華蓮或台東 發現說我們台灣軍方 好像有什麼敵意的行動 或什麼比較特殊的行為的時候 它才會發射攻擊 如果它不覺得台灣軍方 有些什麼特別的敵意 有威脅到解放軍的軍艦 或者它自己本身的話 它基本上 它不是攻擊很強的一個無人機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而且只有一架 擔心的是一下子來了500架 為什麼 我跟大家解釋 所以有很多的美國國防的 承包商來 但是全世界無人機 第一高手是誰 中國大陸 大疆無人機誰沒聽過 因為商用無人機 商用無人機 然後軍用無人機是軍用的 它有技術等級的差別 可是大陸這個差別不大 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說 當你這個要大量生產 軍用無人機的時候 如果你後面沒有一個很強大的 民用無人機的生產基礎 掛那個零組件就把它搞個半死 因為真的關鍵性的軍用 無人機的零組件沒有特別多 其他都要靠民用的 生產系統來支撐的 台灣沒有那個條件 平常講我們沒有那個條件 所以今天有那麼多的 這些來什麼國防承包商 多達說25家 來則是客 不過因為第一個 他來的人的層級沒有很高 都是地區性的主管 並沒有什麼 比如說什麼貝宜系統董事長 英國人 洛克希的馬丁的大老闆 或CEO來對不對 都沒有這種卡 所以來的都是地區性的主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說 國防部異性藍珊 也沒有安排接見的 就是說你就跟我A5大陸 中科院去見面就好 中科院是國防部的二級單位 所以等於說 接觸一下 連那個蔡英文的惠克斯 最喜歡接待洋人 大彼此高高大大的 最喜歡這種 每天大內宣 他也沒有安排 而且總統府的發言人 黃仲彥講的一副那種 好像不是特別重視 所以這些軍火廠商 基本上來台灣找生意 比如說有沒有合作 可以在台灣幫他生產零件的 如果有這種情形 對台灣的外銷有幫助 我也贊成 另外的如果說 要在台灣設生產線 如果買家住了台灣 變成我們要先答應他 我要買多少 他在那邊設廠商 那就不划算了 還是台灣自己做好了 我們台灣也不是不會做 對不對 那個無人機的技術 你不要把它想得了不起 那個台灣的遙控什麼東西 台灣的技術非常成熟 只是沒有做軍規無人機的經驗 但是這總是比 潛艦國造便宜很多 是 這就是他們欣賞的地方 欣賞台灣就是說 來到這邊生產了的話 其實成本相對可以比較低 對於美國來講就比較有利 可是董哥聽來聽去 怎麼好像都是得力者 是美國 現在你說 好 他們特別強調說 來到這邊有機會評估 在台灣生產彈藥 討論包括無人機 無人機反制系統 在台灣完成一個軍火彈藥庫島 這樣的計畫 好了 所以現在是怎樣 幫他們省錢 但是讓台灣變成是一個 軍火彈藥庫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 真正所想要的嗎 現在可以登堂路是 而且這麼公然為之 讓人家解得不可思議 台灣人這半年來 大概沒有人看過 中共的無人機 但是這半年來有看過一次 因為他們到金門的上空 我們有一個小兵用石頭丟他 我們就看到了 全國每個人都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還不是金用無人機 這是一個下門的老百姓在那邊玩 大家可以看到 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公司叫大江 萬壽無江的江 它在占全球的70% 多數的國家都使用 因為它時代非常成熟了 他們的成熟到怎麼樣 到陳其邁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要來表演煙火表演什麼 就還是要把他們遣出來 還是用大陸的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這些人來 其實主要就是推銷他們的東西 總統委故意輕描淡寫說 他是要跟我們採購一些 零件的合作什麼什麼 而且強調就是說 是民間業者跟業者之間的合作 所以就是業者跟業者談就對了 好像不關政府的事 他就說這是美國商會找來的 那不是我們AID 大家忘了美國AID最近來 我們台灣現在辦大概10場的那種 民謊的演習叫民安演習 第一場他們還 AID還特地找美國的媒體 然後到現場去拍 在台中 盧秀燕當指揮官那一場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在台灣大力的推銷 他們的精工複合體 他們的常備管轄 管轄到我們這裡來了 大家都知道美國就這個精工複合體 最近中研宴有一個我非常敬佩的 宴氏過世就是朱銀翰 這兩天他有一個追思會 他那時候很早以前 他就提出了美國的精工複合體 在全世界上四處攔子 是非常可怕 他們簡單講就是 就是金融商提供錢讓政客去選舉 差一院 中醫院 然後州長還有總統 然後選 選完以後你們這些人 就要負責到各國去鼓動戰爭 戰爭就要跟我們買武器 就是美國國防部跟我們買之外 其他各國也要跟我們買 所以別人死了 我們來賺錢 我們賺錢才有辦法供養你們 繼續去選舉 簡單講 當然在街頭上下面他有很多下游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工業 就好像台灣的石化業 王永慶下面有200多萬的人 是靠他在湖口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下面可能有做紙張的 有在鋪舶 有馬路的 你都是要這些石化的下游 周遭提煉出很多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美國精工複合體 其實他現在把這個 弄到台灣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從烏克蘭裡面 賺了一大筆 現在要找第二個烏克蘭 世界上像烏克蘭這樣的國家 越多越好 對美國來講 對 董哥 我就問一個問題 美國今天他們的軍火商 來到台灣 不管他層級是高還是低 他就是來談合作 他談合作要在這邊生產些什麼 需不需要由美國的 行政部門同意 當然要 所以政府怎麼會撇得心 我們政府故意這樣 美國的軍火商 其實他是民間公司 他要賣金火方面給台灣 都要國務院批准 對不對 國務院還很多不批准 我們這邊還在抗議 對不對 為什麼你 譬如說鳳凰幽靈 現在很出名 在俄武戰爭 為什麼不賣給台灣 因為國務院沒有批准 不給台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每一樣要賣都要經過 他的國務院批准 他們來的話 最難看的是 一個才退休的陸戰隊司令 要是我們 陸軍總司令退休以後 去金火公司工作 然後帶一堆金火商 我們台灣會怎麼看 在美國好像習以為常 你金人的武德在哪裡 這個是不是 大家講說你怎麼變成一個商人 馬上變成一個賣金火的商人 一個將軍變成一個賣金火商人 好像無縫接軌 這個在什麼地方會發生 這在第三世界的國家才會發生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怎麼會有人 有那個臉去做這種事情 在美國好像沒有怎麼樣 這個叫魯德的人大啦啦的 我帶25個金火商來 而且很早就通知你 這個在台灣不可思議 所以你今天看到美國現在已經 我已經不要變職了 我就是要賺錢 我就是要發動戰爭 我就是要挑釁 那時候東西的挑釁的話 對他來講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越打仗 對他來講是越好 對 這個就是很殘忍 就是說軍火商他們的利益 就是看得到 現在就是要好好的吃飽 其實軍事組一直都是有一個 聯絡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其實IT他一直跟國王部這邊 還是會有 還有相關的這樣的一個聯繫 所以在這個地方上面 你說他權責上面 他一定是隸屬他的國王部 沒錯 而且他整個部分的保安 危安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成績非常非常高的 但你說這次的訪問團 在評估這個部分上來講 我覺得看起來 看起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全世界的軍工產業 然後你把整個市戰率拉出來看 很像80 20法則 美國一個國家 佔有整個全世界軍工產業 去年總產值的52% 中國佔18% 兩個國家第一名加第二名 佔了70% 其他的國家 像英國才佔5% 法國佔4% 然後以色列2% 然後日本也2%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要問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請問 佔全世界軍工產業 51%的這個國家 他來我們這裡 他要幹嘛 他是要來賣東西 還是他要來買東西 還是他要來看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用 如果我們有什麼關鍵的零組件 可以給他們用 我們早就給他們用了吧 那當然不是 因為他已經佔了 市戰率的51%了 而且說老實話 軍工產業的安全性 跟他的維安性 跟他的這些相關的 這樣一個保護 他要非常非常的高級 所以看起來就不是 看起來比較像什麼 做代工 要不就做代工 要不就賣東西 但是做代工 我再請問一下 他市戰率已經51%了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他整個的供應鏈 跟他整個產業鏈 其實是相對完整的 除非他有特殊的軍事需求 除非他有特殊的 所謂的這個政策安排 否則他找你做代工 其實意義沒有那麼大 因為重新的去建構一個 軍工產業的 這樣的一個代工系統 其實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我們一直到現在 我們國家一直到現在 比較能做的只有中科院 中科院 漢翔 中船 台船 大概就這四個 在稍微的在全世界上面 比較能夠有一些樣子可以看 你說在這裡面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最能做代工是什麼 你知道 其實最妙 過去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說 要來台灣每個人配一台AR15有沒有 其實我們國家的步槍做得不錯 我們的步槍一直在做外銷 所以其實台灣 真的不需要美國發步槍給我們 我們自己的步槍就已經夠了 自己做 我們自己的步槍 其實就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說老實話 步槍再厲害也就是這個樣子 你還是比不上AR15 比不上所謂的AK47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點就是說 這個訪問團到底來做什麼 黃崇業說 與其說他們來推銷 其實更像是來訪商的 這能信嗎 我個人認為最大的原因還是什麼 我們看最近整個 國防概念股的漲幅 我覺得他是配合蔡總統 他們來炒股票的 比較有可能是這個 你說他們這一次來 其實理論上如果 如果他們今天真的來有做什麼 那他們應該要幹嘛 他們可以簽合作備忘錄 對不對 過去在演樂秀的時候 過去在簽這些 搞招商引資的時候 大家最喜歡做的就是什麼 簽一個合作備忘錄 我們雙方對不對 基本上雖然不知道 我們未來有什麼東西可以配合 可是我們在5年之內 我要跟你採購多少 我們在5年之後 我要跟你做些什麼事情 可不可以剛剛蔡委員講的意思 就是說他們先來談一談 談一談就有點像是 領隊導遊的採線團 我就先去探探路 然後來談談 所以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 這個談談其實是幹嘛 其實是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然後讓這些軍火概念股 國防概念股 有一些Story可以炒 再配合最近的這些波動 但是最重要還是一點 我們還是要看最後 就最後你到底有沒有簽備忘錄 那就等著看 如果有備忘錄 可能還有一點點Story可以看 可是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要在一個已經很成熟的 軍工產業 我們也是在全世界已經51%的 這樣的一個產業 特別的每一個供應鏈 都已經非常完整的地方 然後你再說你能切進去 除非這是美國的政策 就美國的政策就是說 好 我一定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我還是講 與其做這件事情 還不如做什麼 我再一次強調 我們是F16採購幾乎 已經是最前面的國家了 你也不如在我們這裡 做個F16維修中心好了 對不對 對我們自己國家才有意義 省得我們自己 我們已經買最多了 我們F16遇到問題 我們要出去 還要飛回去美國修 與其這樣子你要做 與其你要跟我採購一些 什麼關鍵零組件這些 你還不如真的做一個維修中心 再有這算了 搞不好還比較安全一點 不 你講到F16 我們就生氣了 因為F16V 我們買了66架 66架我們是得按照時程 乖乖的付錢 但是我們付錢 他們不必交貨 這什麼道理 然後你還不能說你違約 然後施行罰則 因為通通都沒有 所以大家來看 現在台灣有這個鳳陽專案 買這麼多的軍機向美國採購 總價將近高達2500億 本來是今年年初要交貨第一批 但是現在已經進入到5月份了 這個美國仍然還是沒有交貨 什麼時候要交 現在大家看2023年 還有2024年要繼續的等 甚至要等到2025年的年終以後 所以到底要拖到這麼久 憑什麼連國民黨立委賴斯堡也開罵了 他說台灣簡直是被當作盤子 現在你國防部要不要負責任 誰會負責呢 該負責任的沒負責 然後就要讓軍機的交貨一直拖下去 完全都是按照美國的時程嗎 這就是現在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進一段廣告也提醒大家要務必按讚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剪指 被降低觸及率 這些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藍光危害無所不在 現代人三膝不離身 增加眼睛疲勞 我們的日光燈 LED燈 這些裡面有很多的藍光 你需要真正20倍防藍光眼鏡 清大專利認證推薦 藍光阻隔率高達90% 護眼好安心 四款實上近況 兼顧健康與美顏 中天快點購獨家最優惠 好評熱銷中 好 謝謝大家廣告回來了 別忘了要按讚 請教一下蔡委員 所以憑什麼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等到 2025年中以後再說呢 美國是台灣的中祖國不是嗎 我們付錢是該付的 拿不到東西是很正常 報告主持人 我們付的錢還沒有拿到的東西 不只F-16V 巴拉丁製走炮 魚沙飛彈也付了很久的錢 都還沒看到影子 這個有點囉嗦跟麻煩 第一個 我們當時是雙方們 信聰聰的簽了約 簽了約是完全製造美國的版本 我們連改的權力都沒有 然後付了這個錢 當時要採購是說 解放軍已經有了 快要第五代戰機了 他說當時架定的時候 快要有第五代戰機了 美國說我第五代戰機不能給你 我自己都不夠用 F-35 那這樣好了 我給你F-16V加強版的 等於第四代版 解放軍一下子可能還到不了 所以你知道 那我們就傻乎 好幾年前的事情 我們定了 解放軍已經全部配備 所以要改成第五代戰機 我們的第四代半戰機 還沒看到影子 還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很怪 他現在拖了理由 其實就一樓框 可是錢可不可以不付 我就很奇怪 比如說我們在買一棟房子 我們要根據工程款 付款 我們政府找人家蓋橋 也是照營造廠說 你蓋多少付多少錢 沒錯 好了 現在營造廠 突然間停工 我還照常要付錢 他不用蓋橋 也不用蓋房子 我們就幹了這種糗事 後來想一想 不是F-16V我講 我印象中如果沒有記錯 帕拉丁自走炮 錢都付光了 東西還沒看到 他裝備了沒有 沒有 他連零件都還沒買 他說我們以前買的那批零件 我們現在做了以後 先給其他國家 你幹嘛那麼早給我收錢 好像我們是銀行貸款一樣 所以 帕拉丁自走炮一樣 不是去年就要交貨了嗎 他說 對不起 你的不付款還盤到後面 難道我還拿紅單排隊嗎 所以 我想的這個生意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想不出來說 我們在做生意 而想到了 原來台灣是凡屬國 美國是宗祖國 我們是殖民地 該交錢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 老大你把錢收了 然後東西我們不可以問 說兩句的話 就表示你是中共同路人 不能講第二句話 對 不能講第二句話 所以就是交貨就遙遙無期了 誰知道2025年到的時候 還會不會再拖 真的沒有人敢講 因為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有人 任何的新進度 現在這個事情 讓大家覺得有點傻眼 你說漢光演習 馬上5月份要進行兵推 還有7月份也有漢光演習 但是現在說 美國可能建議演習想定 納入暫時開設空中安全走廊 要撤離美橋 這個也是一個演習的科目 但是國防部對此回應說 媒體提的什麼撤僑 開空中安全走廊 這些都不是演練的科目 媒體報導跟事實不符合 就這點來講 我就要請教一下董哥了 因為說真的 要演練也不是一件壞事 對不對 而且現在都說兵兇戰危 兵兇戰危 所以要演練的話也是應該 尤其是美國說要演練的話 怎麼可能不演練 可是國防部好奇怪 在這個時候卻否認 這是什麼道理 沒有 這當然是美國要求 我們的國防部必須出來否認 因為他的金工複合體太綿密了 包括他AIT為什麼搬到內湖來 下面是一個碉堡 下面好幾層 而且打不透的 現在全台灣最堅固的建築 就是AIT 在金湖路這一棟AIT的那個 他從信力路搬過來為什麼 因為從那裡到松山機場不用五分鐘 逃得快 就簡單講就是這樣 在信力路那邊不安全 而且逃得慢 就這麼回事而已 因為信力路旁邊就是成功狗宅 是不是 所以大家也很清楚 美國是有 他很多東西是有策略的 譬如說三十幾年前 那時候美國還有反戰了 其實很多人不願意當兵 就有一部電影出來了 叫Top Gun 湯姆克魯斯A56 全世界風靡 美國多少年輕人趕快跑去當兵 你看真帥對不對 方機帽 湯姆克魯斯 太帥了 現在有點疲憊了 湯姆克魯斯又出現了 三十年後又拍重樣的片子 還是風靡 我告訴你 這是金工複合體的一環 就讓你讓你讓你 這個飛機全世界都看到了 全世界很多年輕人 因為美國文化進來你看到 阿湯哥真帥氣開那個飛機 真棒 你也想去開飛機 你也想去當兵 其實都有影響 想開美國的飛機 所以他賣我們這麼多 都A56 我們本來過去苦苦哀求 跟他要買 他不要 我們就自己指導發展IDF 等我們IDF做出來以後 他說我要賣你 對啊 你還非買不可 我們還非買不可 結果我們那一千億可以弄 大概250架只好 只好就一路砍一路砍 砍到我們現在IDF的 價數就比較少 然後華國會說 讓我們的也要賣你幻象 又賣了 以前怎麼樣都不賣 當你自己已經可以發展了 他說他要賣你 各位朋友 你這十幾年來 你有聽過IDF發生過什麼事故嗎 沒有 你有聽過幻象 有啦 幻象在海裡好幾艘 都還沒撈起來 L16一樣 撞山的撞山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就是 有時候講起來很無奈 讓我們在台灣 真的是被美國這些都牽著鼻子 連一個演習的情況也一樣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科目 還是有吧 當然是有 有 但是美國說不能講 要低調 國防部就得否認 是 國防部就要幫他否認 所以我們現在國防部 或是聽美國的指揮了 我們其實在好幾個軍事的場合 尤其是我們自己演練 看到美國人 美國就說那個是怎樣 是他們民間的美國廠商或什麼 不是 就是因為他來這邊 他把身份把它 金方的身份把它弄成老百姓的 對美國來講 我們這邊當然就是我們 熱山那個雷達戰 那個是對他來講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車到北韓 車到新疆 這一套400多億 美國叫我們再買一套 我們都用不到 為什麼 你即使測到共機來了 你要反應也來不及 是不是 因為你測的時候 沒錯你可以先測到 可是當你那些防備武器 通通拿出來大家趕那個 他已經到了 他比你先到 這個有什麼作用 這個對美國有作用 對我們沒有作用 我們來不及 所以你看到這種演習 其實現在美國 積極的在參與台灣的 這一些演習 我們很多都是他要求來的 包括金門最厲害的兩棲挖兵 現在通通到台北來了 你不是應該在最前線嗎 是 沒有 因為蔡英文比較重要 通通來保護蔡英文 現在挖兵變成憲兵 都在保護總統 變成蔡英文的保標一樣 是 變成這樣 所以不可理議 是 所以這個洪廷 如果以台北市 這邊要模擬演練了的話 不僅僅是美國有這個需求 因為之前日本政府不也在說 他們要積極的去模擬說 要怎麼樣從台灣 要撤僑對不對 所以不僅僅是金湖路 這邊要模擬一次 那是慶城街那邊 也要來模擬了 是這樣嗎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覺得政府還是 有必要講清楚 說明白幾件事 第一件事剛董哥講的 現在明安一號演習 就在我們現在的此刻 我剛剛從台北市政府過來 我從議會過來 台北市政府現在門口 一連四天就是明安一號演習 明安一號演習的假定 就是當開戰的可能性 已經到達了70%了 那會做什麼部分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幾天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歡迎到台北市政府門口來看看 就是說如果假設快要發生戰爭了 你不講我們都不知道 對 現在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問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以前只有什麼 萬安演習 明安一號演習是最近才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演習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演習 菲律賓之前為什麼說 他們要做撤僑的演習 日本為什麼要用天災的方式 然後告訴他們的僑民說 我們來演練一下 如果到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大家一起到大家和平公園 去做所謂的集結 去準備這個部分 然後現在為什麼 美國要做所謂 開設控制安全走廊 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我覺得政府有必要 跟我們民眾說清楚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相關的情資 如果沒有相關的這些什麼 危險升高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你看我們以前不是都有什麼 景氣黃藍燈嗎 我覺得我們政府現在來做一個什麼 海峽兩岸開戰黃藍燈好了 就我們來做點燈號 至少讓民眾知道該緊張 什麼時候該緊張 什麼時候不該緊張 你不要再隱匿很多的資訊 你看像我前幾天 我不是一直給大家看就是說 在4月8號到10號的時候 共軍的船艦到哪裡了 這個程度我們怎麼去做研判 我們怎麼去做相對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有必要 要跟民眾說清楚講明白 不然你可以看到 大家現在看起來 你問說兩岸發生戰爭的 可能性是多少 還是有一半的人認為沒有 然後我們在看所謂的 緊張程度分析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現在台灣民眾感覺起來 對所謂的這個無人機烙台 共軍烙台 船艦來演習這些部分 看起來好像對COVID的數字 已經無感了 對 沒有感覺 每天看數字而已 為什麼我們沒有感覺 全世界下了半死 這一點我覺得民眾也要去搞清楚 政府有必要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你要我們緊張 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就趕快來做相關的設定 台灣民眾是很聰明的 你只要告訴我們 現在危險程度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會去做相對應的部分 但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在隱匿 當所有的演習 所有的狀況 所有的外觀 所有其他的國家都在做一些 讓我們看起來覺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然後你一直告訴我們說不要怕 沒事 然後你一直告訴我們說 只要我們有信心 我們就可以面對所有的一切 但你起碼告訴我們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不然他們為什麼要做那麼多演習 我看不懂 是 現在問題說 台灣是不是真的很危險 但是在大陸央視 我們就也看到了 這幾天大家都在看這個影片 他播了航拍中國台灣片 蔡委員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他裡面有阿里山 有澎湖 然後還有龍山寺等相關的景點 強調什麼 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 他們的影片當然點閱 說破譯 破譯 但現在台灣方面也趕快 動作好積極 我們現在國防部動作好快 回應了航拍中國 說應該要給它改成航拍中華民國 所以國防部的機關報 青年日報 也趕快來推 也趕快要回應 央視拍的這支影片 這到底是在幹嘛 這樣是在 也算是一種秀實力是不是 我覺得國防部 在青年日報 可能會被蔡英文打屁股 因為航拍中國改成 航拍中華民國 就一中各表 不是 就是馬英九的九二共識對不對 你儘管拍吧 你說你也拍中國台灣 可是我這裡中華民國 一中各表 其實我覺得大陸上 不管他做什麼宣傳 他把它拍了台灣的 山川的土地的美麗 不要拍那些污染的地方 萬事拜託 拍那些山川美麗的地方 我覺得總是有個 正面的宣傳效果 以後陸客就會想要去看阿里山 會飢滿的 這不是壞事 但是他至少整個調性非常的柔和 某種程度帶有一點浪漫的氣息 因為他這個影集我看過 因為他航拍中國是好多 什麼西藏什麼 都好幾集 系列的影片 坦白講拍攝的水平很高 我們不得不否認 台灣誰代表代理他拍 我不太清楚 真的拍得很好 對 網友很好奇 沒錯 國防部的回嘴也可以 就是終於回到九二共識 我覺得我樂見其成 不能說是吐槽 等於說他建議他這樣改 大陸上不能配合 如果他很冷靜的 因為他航拍中國台灣 基本上也沒有出現 軍機繞台的鏡頭對不對 也沒有繞過軍艦演習的鏡頭 我覺得這很好 我覺得很好 我們台灣不是也有 很多大陸節目嗎 我們也去拍了很多 很漂亮的什麼 我印象中誰拍了 萬里長者那個鏡頭 我覺得拍得比大陸的攝影師 他拍得好 我覺得這好 兩岸就是要這樣交流 不要老是動不動 再吵一些軍事議題 政事議題 然後回過來 我回應一下剛才撤僑 我看到了幾個兵推報告 一個結論無法撤僑 為什麼 因為兩岸的戰爭 跟烏克蘭俄武戰爭不一樣 兩岸如果一開始戰爭 一定是圍島打仗 不像烏克蘭就是說 只有東邊打仗西邊不打 北邊打仗南邊不打 所以他有撤僑的空間 至少還可以連遊覽車撤僑 我覺得美國已經想太多了 我建議美國 你如果真的要保障你在台灣 美僑的安全 你就主動一點 就調解兩岸的政治問題 不就不用打了嗎 你當時要去調解俄羅斯 跟烏克蘭之間 要不要加入北約的問題 還有烏東戰爭的問題 明斯克協議 你如果積極一點 不要讓德國那個 沒有實力的國家 對不起 德國吃了沒有實力的國家 笑之 不會發生戰爭 你偏偏為了剛才像董哥講 為了軍火商的利益 會煽動戰爭不可 我一再強調 台灣跟大陸 我們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 要打仗 我們有東正教跟天主教嗎 我們有所謂的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的問題嗎 我們有伊拉克跟科威特 同樣一個石油問題在吵嗎 我們沒有什麼好吵的 就吵一個 董哥 你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這是什麼好吵的 無聊 對不對 DNA打開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好調解 為什麼不跟我們調解 一定要為了軍火商的利益 然後來打這場戰爭 真的打戰爭的 美交撤不走 為什麼 因為發動戰爭 第一個突然發動的戰爭 一定整個圍島就包圍起來了 然後以美國的兵推 就是台灣的海空軍全會被殲滅 第一個時間會被殲滅 沒有 他說我開空中走廊 讓你們走 解放軍會開空中走廊讓你走 你怎麼想那麼多 飛彈都已經幾萬顆在天上飛了 台灣的飛彈也在飛了 你還有空中走廊 烏克蘭是說我有18條公路 我開兩條公路 做我一個路上的走廊 他還要開鐵路 對 還要開鐵路 對 還要開鐵路 鐵路有好幾條 烏克蘭鐵路坦白講很發達 他幾條鐵路讓你走 那還好 對不對 問題是空中已經到處都飛彈了 你還想要走 所以我是覺得什麼菲律賓撤僑 印尼撤僑 美軍撤僑 日本撤僑 送那四個字 什麼四個字 整天幻想 這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委員觀點 委員說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好 來 所以還是不要有戰士 不要挑起戰火 然後不要有一些 什麼樣類似像波頓的人 其實都已經不在其位了 還要大放其詞 說什麼保有力量不是挑釁 軟弱才是挑釁 講這樣的話 請問有什麼用意 有什麼用意 是不是也是在為軍火傷發聲 因為如此一來的話 是不是要多買一點軍火 大家其實想想看 但是話說回來 巴拉圭舉行總統大選 4月30號的結果大家一看 還是執政黨贏 執政黨的候選人 已經宣布勝選了 可是有前巴拉圭的財政部顧問 還有其實也有一些其他的 國際問題的專家 也有在分析 說說真的 你看巴拉圭 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 誰勝選 遲早都會與大陸建交 有這樣子的一個觀點說出 但到底是不是如此 值得探究 另外一方面 在待會廣告回來之後 也要來跟大家談 台灣現在是什麼都能吞嗎 美國要賣你什麼 你就得吃 那現在加拿大 要塞給你台灣人吃什麼 也得要吞嗎 因為衛福部食藥署這邊說 繼美國後 要開放加拿大全牛淋牛肉進口了 蕭基惠是反對 但加拿大牛 傳出狂牛疫情 才不過一年的時間 那我們真的就要吃下去嗎 食藥署現在說 蕭基惠那樣講的嚴正反對 沒道理 因為他們有所謂的數據報告 顯示這個產品的風險 相當相當的低 那我們就要問 請問一下這次又要換來的什麼 又要換來的是 加拿大支持台灣 來加入什麼 加入CPTPP 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之前說 萊豬 萊牛 我們要吃的話 含萊劑的肉品可以吞 加拿大現在要賣給你 台灣人也非得要吃嗎 待會回來也請教一下董哥的意見 我們先休息一下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聊 我是最討厭貪污 因為這是品性問題 對不對 只要他不貪污 然後這個建設不建設 好不好 那有時候很難做 對不對 還有民意也很重要 但民意不要給人家抹黑 就好了 今天買東西 像美國買軍服 都是要拿簽的 美國人現在要來 就是為什麼 做神意 其他都騙人的 多變的天氣 一頂帽子讓你溫暖又有型 戴上中天文創 Keep going 休閒運動帽 跟家園主播一起帥一波 拿在手上成為時尚配件 隨性搭出個人風采 粉色運動帽 搭配銅色系背包 都會新女性 也可以很柔美 個性黑 率性做自己 你就是閃耀的焦點 中天文創品牌 Keep going系列 運動休閒帽 個性黑 櫻花粉 奶茶色 三款配色即刻入手 請上快點購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再次提醒大家要請按讚 按讚數很重要 另外也有 就是中天新聞網的APP 提醒大家要趕快下載好嗎 下載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那麼也歡迎大家 能夠透過我們中天新聞網的APP 能夠來看節目 並且來看新聞 而且這個新聞還可以說給你聽 非常的方便 請大家趕快 接下來請教一下董哥了 剛剛我講到巴拉圭 巴拉圭的總統大選結果揭曉了 不過是執政黨的候選人贏 是不是真的 我們的邦交國巴拉圭 就此能保得住 但也有看到不一樣的意見 不同的分析 您的見解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因為全世界 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三年很多人的經濟 都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大家都要做生意 大家都要趕快把 這幾年的補回來 對巴拉圭來講 他眼睜睜的 因為我們知道藍美洲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一個 叫做藍芳共同市場 這些就是 因為他們主要還是農業為主 他們希望把它賣到各國 巴拉圭 他因為跟大陸沒有建交 所以他是比較吃虧的 他們的農民眼睜睜的看到 鄰國大家很多產品 都可以消去大陸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問題 看在很純樸 很簡單的農民眼中 他當然會有所期待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管 執政黨或在野黨 因為今天當選這個人 也不夠拿40%選票 就跟當年陳水扁 39點多的選票一樣 因為有過半數的人 是不投理的 對不對 如果不是在野黨分類 那你怎麼會當選 所以他不能代表多數的民意 當然因為這是一個 選舉的制度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 為什麼他們自己的觀念會講說 其實就是早晚 馬上就會過去 為什麼 因為我要顧慮到我們 多數這些民眾的生活 牛肉要消哪裡 黃豆要消哪裡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 我們現在看到台灣的處境 將來台灣一定要都跟他買 要吃了 準備要吃 可是每個人都要我們買牛肉 美國也要買 加拿大也要買 那你怎麼辦 你吃得了嗎 以後我們是不是以牛肉為主食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其實我們的處境 因為我看 他們在講說 蔡英文這幾年的政策是很對 你看各國的政要 什麼都肉憶不竭來訪問 我說就是來賣金火的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來打卡的 為什麼要打卡 因為台灣跟烏克蘭一樣危險 然後我到這裡 我糟告我的選民你看 台灣這麼危險我都去 有沒有看到 培洛西或者那一些 美國的參議員一樣 要不然就是來推銷他的波音危機 所以你今天看到 民進黨政府還填補支持說 你看都來了 都來是有所攜手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灣的處境 就是對不對 我為遺漏 人為刀子 你就是被人家切割 所以加拿大代表去見蔡英文 他是翹起二郎腿 蔡英文像小媳婦做這樣 大家要不相信塗在這裡 我給各位看對不對 所以看了就很 覺得很生氣 這總統府自己發布的圖 這加拿大的代表 他在總統府間蔡英文 他翹二郎腿 蔡英文反而是像小媳婦 雖然不是很清楚 但是各位可以自己看 你只要打加拿大代表翹腳 那個圖就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拜登這兩天 跟影席業 拜登是翹腳 影席業是做這樣的你知道嗎 兩個人出在一起 你簡直是 這個好像這 老子在教訓兒子 你好好給我解釋 就面對每家這些西方人 好像就是一定要 乖乖聽訊一樣 很沒尊嚴 什麼心態對不對 對 台灣人最喜歡講尊嚴 我們要有尊嚴要怎麼樣 你這個叫什麼尊嚴 你當人家一條狗 人家還嫌你 不夠靈力 不會咬尾巴 好 來 洪廷 你看現在真的 加拿大現在是不是 真的要我們來吞 吞他們的加拿大大的 全牛齡的牛肉 當然食藥署意思就是說 蕭基會在那邊什麼 宜家論 不切實際 因為他們有數據 風險是很低的 可是真的是如此嗎 而且 而且你要說食藥署的話 我們到底食藥署的官員 在幹嘛 因為連立委王洪威都在批評 說現在你看看 好市多大賣場出現了 有問題的莓果 驗出A肝病毒陽性 而且幾個月前 三月的時候 美國就曾經發出通報了 可是我們的主管境外食藥署 怎麼好像是狀況外 還是不理睬 所以也沒有嚴加把關 所以王洪威就認為說 不僅僅是官員有責任 業者當然也難辭其咎 來 洪廷 我想經歷過這整個疫情 還會有人相信食藥署嗎 食藥署針對快篩 針對所謂口罩 醫療器材這些部分 他們當初審核卡了多少案子 在這邊 該做的東西不做 然後要做的東西很快 像高端馬上就過去了 所以衛福部食藥署的公信力 其實大家是打一個完全的問號 所以坦白講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大家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政黨輪替的重要性 就真的輪替一次 讓大家把這些東西查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的官員 就是只會幫加拿大推銷牛肉 你看加拿大這個部分 我覺得問題也是很奇妙 剛剛董哥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什麼 巴拉圭 他也是最大的牛肉出產國 現在整個巴拉圭的出口 我剛剛看了一下數字 42%是給智利 15%是給俄羅斯 13%是給巴西 11%是給台灣 所以我們又美國牛 我們又要加拿大牛 我們又要有巴拉圭牛 我們自己還有台灣牛 我們有這麼多牛肉要吃 但你要我比一個順序 我會告訴國家 如果是我們在執政的話 守住邦交國比較重要 對不對 是 所以如果是守住邦交國 比較重要 這時候問題又更大 原因是巴拉圭為什麼會 這一次其實外交雜誌上面 有一個重調的重點的一個文章 就來寫說為什麼台灣的 跟台灣的關係 會成為巴拉圭這次選戰中的 一個key issue 最大的重點來自於俄乌戰爭 因為俄乌戰爭之後 俄羅斯的那15%不見了 巴拉圭現在有多15%的牛肉 要準備要找人買 所以他們才會去思考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而我們的11%也是因為2018年 現任的總統 跟我們台灣抗議就是說 中華民國對我們做得不夠多 我們才慢慢的這樣增長上去 所以這整個的衡量 我覺得重點仍然是在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有一個 自主外交的這樣子的一個步驟 請國家告訴我們 什麼事情比較重要 什麼事情比較相對沒有這麼重要 像加拿大這件事情 你可能就要跟美國講 如果美國真的這麼重要 你就跟美國講說 你幫我去處理一下 加拿大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已經開放你了 我現在還要負責去買巴拉圭的 這個部分 我要是在開放你這邊 這樣子對不對 對我的placement是有問題的 我要是placement不好 巴拉圭有可能要跟我斷交 這對我來講很嚴重 如果加拿大真的要 真的對我們很好的話 你們試試看加拿大 要不要跟我們建立起更深厚的關係 我們彼此之間來思考一下 怎麼樣對我們來講是最有利的 我覺得一個好的外交操作 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走 如果不行 你說好他真的做什麼 他都要我們開放 這個問題就大了 你如果開放出來了 消費者跟業者永遠都會去做什麼 對他來講最簡單的選擇 加拿大 你要運巴拉圭牛肉來台灣 你要怎麼運 其實很複雜 很遠 你要運加拿大跟美國牛來台灣 是不是相對簡單的多 所以在成本考量上來講 你如果開放了 開放了就是市場機制 加拿大如果開放了 我跟你講巴拉圭牛肉 誰要去進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政府要好好的去思考這部分 而不是什麼事情都與其與求 就是這邊也開 那邊也開 那到時候我跟你講 有可能你開了加拿大這件事情 是 反而導致了巴拉圭跟我們斷腳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整個市場機制 就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件事情 政府要有一個取捨 真的怎麼樣對國家好很重要 要思考清楚 而不是哪邊有狀況 然後哪邊我們就 這邊東也答應 這邊信也答應 我們做大家的好朋友 對我們來講有什麼意義 好 蔡委員其實國民黨 就要爭氣了 如果是要這樣來講的話 大家就寄望2024 趕快推適當的 而且是大家都認同的人選最重要 現在根據聯合新聞網 這邊有一個最新的民調 感覺上好像藍營 好像看起來 包括國民黨的部分 或甚至侯友宜的部分 你都覺得好像有點 聲勢上來的味道 3成4的選民 最不希望看到民進黨贏2024 所以這個是對國民黨來講 是利多了 然後藍營選民當中 5成1是挺侯友宜代表出馬了 所以這也是侯友宜的利多了 那侯友宜現在 是不是真的會勝出 而且是代表國民黨出來選2024 您的判斷呢 到今天為止 侯友宜能然是最有 最高可能性可以勝出的人選 也期待說他未來幾個禮拜 要好好加油 因為最近的新聞對他來講 除了杯水理論之後 就沒有什麼新的新聞 因為沒辦法 老百姓在反應民調就是說 我們每天聽到董智聲 我會拿起來說 這是董哥 那種情緒 在民調上很容易反應出來 投票其實也一樣 他整個聽到董哥 董哥 閉著眼睛出去 沒有睡飽 一頭一頭董哥 如果說你整天那種太過沉默 很多老百姓會覺得 你沒有什麼主張 我也聽不到你在講什麼 委員 你覺得他現在 還是太沉默嗎 他常常有的時候會講 杯水之味 好不容易有個杯水 之前也沒有 之前連油管泡妹都沒有 對不對 現在也沒有推銷一下旺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他這方面要加油 真的要加油 這可能他的 這種大選的經驗有待加強 跟他講勞動節全台灣 都可以統一放假 這個不算嗎 但是不是他最先講的 就輸出在這裡 他就 我算過 他早五個小時講 都是他的 不是他先講的 先講先贏 沒有 沒辦法 這個選舉就先講先贏 他一向比較自我克制保守 就是說 我現在在新北市長 我盡量不要跨出去太遠 不要 你在那個誰 王鴻跟習小金 當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還有鴻田當台北市議員 去年大選整天在轟了 全國性的議題 讓我那麼客氣對不對 所以這方面我一直都給他鼓勵 我說老侯你拜託 要有金箍賬拿出來對不對 我相信他 像前段時間治安不太好 談治安 談問誰比他還行的 你告訴我一個例子 對不對 沒有人比他還強了 他們講我們對治安 董哥應該跑過很多治安的 新聞了解很多 大部分政治人 對治安再怎麼弄 真的是找不到苗頭 他不用找苗頭 他站出來說治安看我 就解決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他這邊太客氣了 所以現在卡在什麼 還沒有徵招吧 是不是 董哥 所以等到 一旦宣布是徵招侯友宜的話 他可能是不是就搖身一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其實我看這個民調裡面 不是只談藍營的支持度 或者是侯友宜的機會大不大 其實還有一個選戰議題 四成七的選民認為 兩岸開戰風險不高 這個我其實覺得有點偏高的數據 我打個問號 四成四的選民 不支持非核家園的政策 而針對兩岸的路線 兩成七挺綠 兩成六挺藍 怎麼好像看起來 數字的又差不多一樣 真的如此嗎 你如果到金門去問金門人 說兩岸會不會打 像我常常被問 金門人都說不會打 幾乎百分之百 你們最近怎麼會不怕 不怕 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太近了 太近過去也打過這麼多仗 我們跟對岸有 因為經過打仗以後的充分了解 所以剛剛蔡委員說 什麼空中走廊 來不及跑 我告訴你 美國都會用哪一招 美國就會先跟大陸講 給我一天 我跑了以後你們再打 對 阿烏漢就是這樣 跟神協士講 我們在撤金的時候 你們不要打 我們答應走了 這二十年來 我們對不起你們 但是趕快讓我們走 神協士講說 好吧 沒有美國我們比較好 好統治阿烏漢 可以收回他們所謂的師徒 所以一個遊擊隊 就變成馬上就漲錢了 所以有些講法 你就可以看到老百姓怎麼想 我有時候看這種選舉 因為侯友宜是行政首長 跟習永廷跟習曉金他們不一樣 民意代表可以攻 比較容易攻 他們可以 你看七年的選戰很明顯 黨中央沒有人看到 黨中央你記得誰 不記得 立法院 立法院是最應該當在野黨的 主要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 等於說你應該所有的重兵 都要部署在這裡對不對 結果立法院好像也沒什麼表現 表現最好就是台北市議會 炮聲融融 邪輪案 民進黨不知倒地 然後那個臉皮很厚的 蔡總統出來講 看過之間這兩本論文 都會相信他沒有抄襲 這種總統怎麼會 因為蔡總統的論文自己抄襲 他有論文嗎 是 大家就可以看到 所以等於說你顛覆了所有 台灣人一般的常識 這個對他險情非常衝擊非常大 我知道侯友宜 因為現在新北市議會 正在總執行 我不要有太一些衝的東西 讓你拿來做文章 尤其兩岸 因為民黨現在最喜歡打兩岸 動不動就講你賣台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比較和緩 我也算夠了 就是他們這一次的總執行到12號 12號以後 大概會有一些挺侯的人 會有一些動作 就是說因為剛好有個禮拜六禮拜天 大家來 不要讓挺勾的 好像有一個動作 有13個 13個立委去跟他吃飯這樣的動作 就是說 他要把這個氛圍做出來以後 17號剛好禮拜三中堂會 所以我知道大概有這樣的步驟 這步驟其實對他來講 等提兵以後 他那些態度就會不一樣 一定要這樣 所以你要一步一驅 選舉有時候是很衝 但是不一定要你本人來衝 你看蔣萬安在選那個什麼 我跟蔡正妍都搖頭 張善政那種佛系打法 我們怎麼會這樣打 既然1126 9和1會打贏顯正式 因為這些攻擊手很強 我們很強不是說亂罵或什麼 因為我們丟出來社會就會去檢驗 你講東西是真是假 你另外一邊一直要 我這邊慢慢拿出來 凌遲你 就凌遲你 對不對 你兩本都拿來對照 這個明明就抄襲 你要怎麼去教小孩子 這是一個嘗試 就慢慢這樣 這個選戰才有得打 所以我說 大家好戲要往後面看 韓國瑜那時候宣布選總統 是6月1號 我們今天是5月1號 所以各位朋友不用急 就是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很焦慮 但是你要給他一些時間 要想到新北市議會在總執行 把這些弄進去的話 我們該支持誰 我們到時候怎麼去團結 那個力量就出來了 因為侯友宜不是一個人在選 因為侯友宜出來 就代表一個團隊全力在挺他 裡面有國際的人才 有兩岸的人才 都是台灣最頂尖的 民進黨有什麼國際人才 會講英文就行嗎 蔡英文2016年 就職當天 美國派一個貿易部的副部長來 叫賈斗德 蔡英文碰到他 就是方式錯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總統你 現在外邊還是要講中文 講半天以無倫次 後來蔡英文只好說 對不起用英文跟他講 對不起 我用中文不太會表達 結果他在英文也講錯 英文文化也講錯 中文差英文也差 我講真的是名字沒有取錯 他名字本名叫蔡英文 是那個東英 日本那個 他們家都說什麼蔡英 蔡英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就是 就像這麼多的人 要他下台今天的民調 至少34以上 認為不要支持民進黨 大家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真的很好用 歡迎大家趕快下載 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 中天新聞網的下載方式很簡單 您可以從Apple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都可以來下載 中天新聞藍色的小Logo 上面還有寫著CTI 三個字喔 請一定要認清楚 請記得也給我們五星評分好嗎 現在透過這個新聞網APP 大家都發現說中天好看 YouTube上面的影片 有節目還有新聞 新聞裡面還有 即時推播的服務 非常的方便而且簡單 那麼透過這個方式 您可以趕快一鍵註冊 那麼另外一方面 註冊之後 請大家可以填寫一下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抽獎的好康 萬必好康 可以任你拿 也歡迎大家幸運的中獎 那麼當然也歡迎大家 在下載的時候 然後請大家記得寫推薦碼 CTI798 美食快點爆 哇 這真的是有撲筆而來的麻油香 好香啊 還有薑的味道 對 來 你可以吃吃看 這個醬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醬 我先跟各位講怎麼煮法 就是一般我們蒸魚 蒸魚的時候 只是說我們多了這一瓶醬 就是把這個醬淋在魚的上面 然後下去蒸 蒸完之後 像現在